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5月17号 这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为 还有胡锡进老师 今天这个胡适下午突然这个汉地八葱大涨1% 什么原因大家也知道了 主要是这个繁殖产股票突然五货走强 很多股票强势暂停 这个也是跟这个繁殖产这个政策有关系 这个都在咱们预料之中 因为咱们一直说在7月份会议之前 各种跟繁殖产相关的这个小作文会层出不穷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今天央行各个部门出的这个救市措施 救楼市的,它也出了 所以这个繁殖产相关的这个板块就出现异动 这个都很正常 关于这个救楼市这个措施有没有用 有什么用,咱们在繁殖产节目里面再去说 这里主要是胡聊胡适 大家记住了,在7月份会议之前 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出来 借助这个传言胡适恐怕山下震荡 由今天反弹的主要是繁殖产股票 还有这个低空经济相关的股票 所以说胡锡进老师有没有占到光 这个都不好说啊 是不是又是赚了指数赔了钱 胡锡进老师小作文还没出来 什么时候出来咱也不知道 胡锡进老师啊 这两天主要是沉浸在这个喜悦之中啊 有朋自远放来 不亦越乎啊 俄父远道而来 而且把这儿担家 所以胡锡进老师感受到这个莫大的荣耀 叫门蒂生辉或者叫彭壁生辉 胡锡进老师号召大家啊 忘记过去 过去 俄父是欺负过咱们 但那都是过去了 我们现在啊 主要是美西方对我们的打压 国家关系啊 当然要以当下利益为重 今天不惹我们的 对我们好的 那么旧事啊 就不要提了 今天仍然侵害我们利益 那么旧战新战一起算 今天谁对我们友好呢 俄父 那今天谁在侵害我们利益呢 那是美西方 以美帝为首的 所以我们对美帝啊 要旧战新战一起算 这是胡锡进老师的观点啊 不是咱们的观点 胡锡进老师应该学过 叫勿忘历史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历史上侵略过大国的 你只要现在不侵略了 那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历史上你帮过大国 但是你现在拦着大国发财 不让咱们赚钱 那你就是敌人 过去一笔勾销 这么一看 好像胡锡进老师这个官官 有点扭曲啊 有点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的意思 就是韭菜啊 就是老百姓都知道 有的钱可以赚 有的钱不能赚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跟强盗合作啊 还是要小心点 你怎么能保证强盗 明天或者未来 它不伤害你呢 强盗这三百年历史啊 都写在脸上 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上当呢 对吧 这个一次又一次的 遭到伤害啊 有的国家啊 这个四五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啊 它也不是一次割掉的 你说一次割掉的 你可以解释一下 它是对吧 一两百年里面 不断的蚕食 对吧 通过很多条约 一次又一次的 把你割掉了 结果到现在还不计打 就是胡锦老师这样的人太多啊 保有侥幸心理 与狼共舞 依靠跟这个强盗合作啊 希望强盗能网开一面 胡锦老师显然啊 对这个农夫和蛇 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没有一点感触啊 胡锦老师怎么知道 今天跟强盗的合作 不是为自己明天 买雷呢 瓦坑呢 所以说啊 跟强盗啊 还是要小心 谨慎 最好的办法是保持距离 距离产生美 胡锦老师说啊 美股道琼苏破四万点 还是美股又穿新高啊 胡锦老师心动了 是胡锦老师心动 还是美股动了 这个不好说啊 他说啊 这个美股啊 破四万点 是否有泡沫 另说 但老胡想说啊 中国股市也应该有一天 成为全球融资中心 吸引全世界资金前来参与 你家里搁这么一个强盗 谁敢来参与啊 挨揍没够是吗 对吧 你竟跟流氓混一块 你还指着全世界的资金 前来参与 所以说胡锦老师这个脑子 确实啊 有点拎不清呢 他说啊 中国全面崛起 需要由强大股市 在内的强大金融体系 不断有力支持 他这个倒没说错啊 就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中国股市不能总徘徊在 三千年左右 我们的股市要随着金融建设 一起前行 这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 变成一个金融强国 这个都没毛病 问题是 金融强国 你需要的是全球的资金 流动啊 进出 要自由进出啊 胡锦啊 不能总徘徊在三千点左右 这个也没错 但是我记得这个 另外一位正能量大V啊 戴玉老师 说了 咱们胡锦啊 在三千点左右 那是政府刻意为之 是我们调控 掌控的结果 体现了咱们的中国市的智慧 因为这样就没有风险的 美帝 它是在积累风险 所以总有一天啊 是要崩盘的 这个卢信的一个专家也这么说 对吧 这个他这么展现 就制造这崩盘 一崩盘 那就完蛋 那我们呢 按照戴玉老师说法 我们就在三千点 崩了也没事 对吧 何况也崩不了 所以我们是刻意为之 当然这是小兵老师观点啊 这是戴玉老师观点的 他跟胡锦老师这个愿望是相冲突的 这个到底谁对谁错 咱也不知道 总之啊 他们正能量之间 经常是打横炮啊 没有协调好 表现出来就是今生错乱 他主要是分不清真的和假的 就是有的时候 他老是宣传假的 宣传时间长了之后 他也别管别人信不信啊 反正他自己先信了 叫先信为敬 这假的说多了 他自己信了 就像那个传舞一样的 这两天晚上不有那个视频吗 好像又一个练太极的高手啊 他好像他向大家论证啊 说他可以打败这个泰森 他反正有一套说法 这个说他可以打败泰森 中国有句古话 叫瘦子的骆驼比马大 这泰森虽然说过气了 但是你要说一个练传统武术的 把泰森给打倒 你这得把泰森的眼睛给蒙上 悄悄的蒙上他的双眼 然后呢 给他脚 最后还得板 给他板上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把泰森打败 结果他自己啊 恐怕太相信自己 就别人信不信他不管 反正自己是绝对信了 完了之后好像 跟一个练拳击的啊 也是业余选手啊 上台切磋 这个练太极的还可以啊 他有那个胆量真上 一般的 好多练冲动武术的 他不上 对吧 他嘴炮 我看了一段视频啊 我觉得打得好惨 太过了 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就完全 就他们就不应该在一个地方打着 这个拳击啊 这什么叫毫无援手之力 什么叫万伦王八拳 就是那样 这个恐怕就是那种深度的啊 就是他沉浸在自己想象之中 他忘了啊 或者他根本就不觉得他那个 只是适合表演 不适合去跟人比赛 结果他跑去比赛 被一个业余的这个拳击选手 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啊 如果啊 那个裁判不及时的制止 终止比赛 恐怕他要出人命呢 跟那个孙恩什么 翼龙那个一样啊 一脚被人踢躺地上 这个看着让人心疼啊 就是没有必要 就是你要牢记啊 就时刻记住 我是个演员 对吧 我也不是运动员 我为什么跟你争打呢 估计是演过了 就是演得自己信了 分不清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这个是床五这块啊 实际上在其他的行业 其他领域也差不多 你看胡锡进老师 他就分不清真和假 沉浸在自己啊 常年累月 编造出来的那种假象之中啊 胡锡进老师也是因为 去年入世 跟这个消散户啊 同命运共呼吸 兼这个备受啊 资本市场的煎熬 所以他现在显得啊 有的时候正常一点 就是胡锡进老师啊 正常的程度啊 与他的账户成反比 就是他的账户 余额越低 那么他这个正常的 程度就越高 他那个账户的余额越高 他那个正常程度就越低 总之是个敲敲板的关系 胡锡进老师自己说啊 如果他赔的只剩补 那么他就从楼上跳下去 这样就彻底正常了 拿额爹做朋友 嘴上说说可以 不能真的当朋友 咱们还是来看一看这个胡适啊 奇葩现象 这个胡适啊 奇葩是尤其多啊 最近这个政经会网站 披露了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名名叫张志的85后啊 这个现在媒体不好的现象 扯什么85后 有什么意思呢 85后那不也是40岁吗 所以刻意的拿年龄来这个划分呢 这个不是个好现象 他说这个叫张志的啊 通过控制中云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中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等啊 通过好多这个私募基金啊 然后组织周某一 张母卡母兵周某二 李某雄权某山等等啊 这个大概八九个人 他传了个交易团队 于2017年4月17日到2018年1月30日期间 哇这都是七八年前啊 实际控制蔡某清 etc99人 名下109个证券装账 把这个证券账户叫账户组 这个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说 张智曾在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 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交易操纵行为 影响华银农业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 根据单身违法行为的事实 控制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203条规定 证监会决定没收张智违法所得1.3亿元 并除以1.33亿元的罚款 就是末一罚一 哇这2.6亿就没了 怎么说呢 这个大快人心呢 这个西游记里面说的很清楚 什么样的妖精呢会受到惩罚 什么样的妖精会被人带走 进行这个再教育 什么样的妖精要被打死 这个张某智很显然是一个小妖精 但是你要说张某智是个小妖精 也说不过去 他罚款2.66亿 违法所得是1.33亿 这个规模不小啊 赚这么多钱 他才十来个人 他这里面没有说啊 动用了多少本金 如果他动用的是100亿 他赚一个亿那也不多 如果动用了这10个亿 能净赚一个亿 那这个利润就还可以 在我们普通韭菜的脑海里啊 印象里面 你做庄嘛 操纵股价 那肯定是资金要雄厚啊 没个几个亿 你好意思说你操盘吗 但是啊 大家可别不信啊 如果你有个几十万 你也能坐庄 这就是大A胡适 神奇之处 它的魅力之所在 那就是你有几十万 也能操纵股价 资金晚上在传的啊 就是证经会啊 也是发了一个公告 说有一个叫张明的小散户 用几十万资金坐庄 两年时间赚了一百五十四万 涉嫌操纵市场 没收一百五十四万收入 罚款三百零七万 这是莫一罚二呀 这好像跟上一个罚的还不一样 你看几十万的资金坐庄 而且人家还赚了一百五十四万 就问你服不服 所以再说这个 哎 炒股不赚钱 这是不对的 就这个资金量啊 胡适进老师完全可以坐庄 所以胡适进老师 可以好好的向张明学习一下 他可以操控一只股票价格 几十万资金坐庄 能赚一百五十四万 他是怎么做的呢 这很多散户啊 他本金都不值五十多万 对吧 很多散户本金都过百万的 你看胡适进老师 已经奔七十万了 再不懒着一点 他快就要过一百万 上头了 不信这个鞋 所以赚点钱就往里放 就跟低保老人一样 就得加仓 谁也不能拦着他加仓 这个张明他是怎么坐庄呢 这一般人想的不敢想的啊 就是你也想不到 他是个奇才 说这个张明啊 专门找没有成交量的 老夫基金下手 这类的基金啊 也可以用股票账户直接交易 他支持申购和赎回 开放的 然后其中啊 有一只叫 荣通四季天利 161614 这么一个基金 这个就是张明操盘过的 一只债券基金 这个基金啊 他在二级市场 就没人问津 就没有人交易 每天成交额在几千块钱 一万以下 诶 这个张明就定准了这样的 他呢 先像其他人做专一样 吸筹 他吸筹不是通过二级市场去买 因为这种基金 他可以通过这个基金申购的方式 申购份额 这样他不影响二级市场价格 对吧 也不影响二级市场成交量 就不影响 等他申购完了之后 诶 筹码吸的差不多了 他一共就50万啊 然后筹码吸完之后 满意了之后 他再去二级市场 拉升这只基金的价格 这样用一组账户啊 进行对导 自买自卖 因为这个基金啊 在二级市场没人买卖 每天成交量 只有几千块钱 所以他拿个几万 在这里对导 几万块钱 就可以把这个基金 拉暂停 第一个暂停 还没人关注 他再拉一个暂停 就连续两个暂停 买以后啊 引起市场的关注 这个市场不是机构啊 而是大量的散户 散户一看 异动啊 因为他拉暂停之后 很多交易软件 交易股票软件啊 他就会提示 对吧 这个哪只基金 哪只股票 有异动 他很多叫什么 交易软件 不还有很多什么雷达吗 这么搜索这种 散户就发现了 哇 这只股票 突然两个暂停 这散户他就喜欢赌啊 他就觉得 这玩意肯定有内幕消息 所以第二天开盘 一定要杀进去 追暂停嘛 两个暂停 后面肯定还有第三个 第四个 结果散户一进场 他就开始出货 总有傻瓜善诞 有那么几个散户 花几万去一接 他就把他的筹码一卖 虽然他也可能卖不完 他实际上根本还有筹码 但是人家本金早就回来了 又毕竟拉了两个暂停 三个暂停 人家在二级市场 在场外是打折 买的这个基金 债券基金大家知道吧 债券实际上波动非常小 所以他筹码即使扔不掉 他再赎回啊 钱也回来了 他就通过这样仿佛操作 五十万 竟然赚了一百五十万 这简直是天才 我觉得这个啊 你不能说这个 詹明这个人有问题 虽然他可能啊 这个有这个操纵 这个股价的嫌疑啊 但我认为这个责任 问题更大的是在这散户 这跟风的散户啊 我觉得应该是活该 他就专门买那些 暂停的股票 追这些股票 买到就是赚到 而这个詹明 他设计的这个圈套 就是套这些追暂停的人 所以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其实这也没什么 但是詹明还是遭到了 监管共门的处罚 我倒是觉得这些 追暂停的散户啊 咬悠自取 最近啊 这个美股那个 纳斯达克市长 叫法拉利未来 不是要退市吗 后来他股价变成几美分吧 这个股现在也成妖股了 据说啊 现在涨了五十多倍 股价已经到了几十美分 反正还没到一美元吧 其实这种股票啊 他就是涨一千倍 你都不要搭理 就没有任何操作价值 就像詹明操作的 这个债券基金一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一美分 你能买多少 你顶多买个一千美金 对吧 你不可能说 我买五十万美金 我就赌这个股票 我五十万美金买进去 我挣个二十倍发了 事实上是不可能 有这样的人 对吧 你顶多胆大的 你买这王 你买一千美金 一千美金就好几十万股啊 上百万股的 那一千美金 涨个五十倍 也是五万美金嘛 而且这种股票啊 就你根本不知道 他会发生什么 这个假会计 假老板 到底在搞什么操作 你的大资金啊 你五十万买进去 你根本走不了 成交量估计没那么多 他就自买自卖 就那么一个人 两个人在那里拉着玩 你说你把五十万的货 倒给人家 你倒不掉 就像这种股票啊 看着热闹 对吧 叫妖 你就欣赏 你就完了 你要参与的话 你只能拿一百块钱 两百块钱 买上个几万股 朝着玩 实际上这个 占民选的这个基金也一样 他每天成交量 只有几千块钱 几万块钱 就可以把它拉斩停 牢牢的封在斩停板上 上占民蛋的 都是那些追暂停的 然后专家说了 中国股市缺的是 对投资者的保护和财富效应 咱们看看这个刘继峰教授 他是怎么说的 中国股市 熊市牛市 从来不缺发行者和融资者 圈圈的 缺的是投资者 的保护和财富效应 他们应该在投资者端 谁能更给投资者 带来财富效应 更能保护投资者 这方面加竞争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看看现实 谁是发行者 发行者就是以上市公司 为核心 以证券公司为龙头的 律师 会计师 评估师 还有交易所 这所有在股市上拿钱的单位 有着部门利益的单位 都应该是发行者队伍 都应该接受发行者教育 因为没有股市 就没有他们的生存 所以在这里边 如何为主人 为我们的投资人 去做好保护 和做建一个公平正义的股市 必须要从投资者教育 到发行者 融资者教育来 不能够再去 由这些圈田的去教育 出钱的人了 所以注册制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监管 思想和文化的转变 是不行的 目前我们看到的三个交易所 基本上都是在融资端 你减持的时间短 我比你还短 你没门槛 我比你还要低门槛 基本上是没有看到 在投资端 在注册制这样一个背景下 如何避免投资者的风险上下功夫 所以注册制一定要有三个交易所 在竞争的同时 一定要比一比 看谁哪个交易所的上市公司 更能够给投资者 带来保护和财富效应 你说说那些 就算坠停的散户 你怎么保护它 你总不能把他手绑上 把他账户给锁死 不让他操作 怎么保护都没用 他就要把脑袋往镰刀下面放 你说怎么办 但是这个监管部门 还是得散户进行保护 这个5月15号 证刑会出台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发行类第10号 指引说什么呢 要求IPO企业 在招股书显要位置 刊登投资者声明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IPO企业 你要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 要刊登一下 你要说清楚 你这个企业融资目的是什么 上市的目的是什么 换个说法 就是你上市是不是割韭菜 你的保证 你说我上市就不是割韭菜 是真的为了新陈大海 所以这个要树立正确的上市过 这个你看看 说俗一点 就是你这公司啊 想上市是吧 那你赌州发市 你是不是要割韭菜 你发市 发个市 就这意思 就像让狼啊 发市再也不吃羊了 对吧 我上市 我到羊圈来啊 是为了跟羊做朋友 保护羊的 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啊 把监管也是逼急了 监管也没辙了 没有更好的办法 摸高一吃 道高一战 道高一吃 摸高一战 所以啊 只好要求这些企业 对吧 你发誓吧 摸着良心发誓 发个毒誓 好 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